好,欢迎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朋友 他来跟我们留言说的是说 好消息是拜登的法案没有通过 这个荒谬的事情我们要继续祷告 他说这个没有通过的法案 应该就指的是对企业的疫苗强制令 但这个目前为止 他其实说的不是没有通过 是暂时的停止 就freeze 他没有说完全的把它拨回拨掉了 我觉得这个最可怕的就是 这个东西会不断的出现 像说同婚出现了好几次 堕胎出现了好几次 最高法院怎么弄他都不行 然后换了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之后 他又再提一次 因为这东西绝对是违宪的 对 只要他们有一个法官团 可以把这个东西翻转成 属于他们政治目的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Joe Biden说要court packing 要增加最高法院的法官 因为现在已经被所死了嘛 对不对 就是六个保守派的法官 然后还有三个自由派的法官 保守派的法官稍微多一点 虽然里面有几个 其实很像自由派的 而是很搖擺 各位如果我还记得同婚 怎样通过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民主哦 民主说出来 美国目前不接受同婚 沉溺家庭的一个方式 因为觉得对于家庭是一个伤害 然后对于家庭的价值观是一个伤害 结果就送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那时候已经死掉的那个 人全部应该被拿来公投 台湾的也是这样子通过的 哦是哦 对所有的通过通过的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基本常识 就婚姻是一男一女 这是基本常识这个东西 但是他们只要想办法扭曲 就可以扭曲 扯到人权 对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政府就是想要创造一个阶级制度 因为只要有阶级制度在 人民就会自己去攻击人 就不会去攻击掉他们 他们就可以当一个合适老 那合适老方法就是 你们所有的人都听我的 那这个就是造成一个 很极大的一个左派的大政 所以这个东西 他们是一直会不断的尝试 不管是过20年30年 只要他们有这样一个目标在 不管你大法官是死了几个 换了几个 他们会一直在 而且他们不管这个东西违宪不违宪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耻的 因为这样好像某些方面 就如果说你要提出了一个违宪的法令 然后你还可以告到最高法院上面 某些程度上证明了你智商很弱 就是你都是政府里人 你怎么会不清楚宪法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他们不在乎 这什么违宪不违宪的 我先提 提了咱先做 然后有人告 告了再说 然后告了没过 没过我就再提 我把它明年我换一个号 然后换一个名字 然后可能在他们这个碰撞的中间 他就想出来 就比如说什么 人权之类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 你搞的最高法院 没什么话讲 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换了 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他们会一直一直不断的去尝试 就像那种赖皮狗 你打也打不掉 打死了一百条 再来一百条 打死了一百条 再来一百条 一直打到你死掉为止 所以就会这样 而且说真的 现在的行政院 就是拜登政府 他们已经不在乎最高法院 这个东西 各位还记得 就是那时候拜登说要控制brand price 然后房东不能提开房客这个东西 就是租金的价格 对 他自己上台说 这个危险 这个不能通过 隔两个小时之后 两个小时 他就签署 然后就通过 然后就是行政命名 这是一个非常 这就是危险 对因为当时他说的很实在 他就说这个东西呢 也找了一些宪法 就是研究宪法的人来说 他说这个东西 他们都说了 不管怎么样也不能通过 因为这个就是危险 然后结果就说 危险怎么办 签了个行政命令 然后还有疫苗护照这个东西 一开始他说不可能 这我们美国政府不可能 做这个事情 他们比我们都清楚的太多了 什么东西危险不危险 对 Nancy Pelosi也说 这个东西不可能 他们要夺权的时候 之前说是危险 是因为还没有被FDA approve 先把写的时候 有FDA这个组织吗 对就FDA 你能改变他 违不违宪的这个事实吗 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在乎 而且现在媒体拍摄了就有记录 他们完全可以厚颜无实 两个小时之前的事情 忘得光光 现在马上就告诉你说 这是爱呀 这不是违宪 因为我们爱你 我们要保护你们 所以为了你违宪怕什么 It's for your own safety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 说的很对 这是个荒谬的事情 我们要继续祷告 是 好来下一个 你来读吧 政治就是生活 聊生活就是聊到政治 信仰也是生活 所以这两个都跟生活分不开 在YouTube跟Facebook 敏感的话题再加一条 大选舞弊 大选舞弊啦 OK 我会说你们被打压的很严重 是因为你们的订阅人数 为基准七千多人 看的人只有五到十% 我觉得观众在忙 正常观众应该有订阅三分之一吧 我订阅的YouTuber们 只要讲到美国总统大选 19疫苗 川普 保守价值观 LGBT等 都会被打压 订阅人数也是会一直掉 这个世界走向疯狂 我们如果都 不关注世界的变化 无感看待这一切发生 只在乎吃好喝好 睡好玩好 什么都不在意 那么我们也会失去 存在的价值吧 我非常感谢这个朋友哈 真的是很用心 写了这么长一条 因为说实话 我从来没给任何一个视频 写过非常长的评论 因为我都是 自己懒得评论 如果要去看一下 所以他说的 很对 他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曾经有想过 你知道吗 我想说 我们不管怎么样 订阅也有七千多个人 真的就是 每次看的人 只有5%到10%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奇怪啊 我就会觉得说 哦 怎么会这样呢 那都没看 不会啊 因为你像我 我订阅的频道 那就是我爱看的 然后我才会去订阅嘛 那我订阅的频道 一般出来的话 我基本上 也不会说每一个都会看 但隔三差不多 也会看一下 我就不会说 这个presentage是这么低吧 我知道 我们的频道的点阅率 然后我们的观众 其实不是说 会特别点来去看出 会是真的在乎 政治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某种方面 他们特别在乎 对 那很多的这个留言 也在跟我讲说 不要在乎 怎么讲 这个东西一定要说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 想法是对的 对 因为 这个东西一定要说出去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人转发 这个东西就算没人看 你也要讲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如果再不站起来的话 你的小孩的教育就不见了 喂养你的小孩的资格就不见了 然后你的人生 然后你的金钱 全部都会被税收 现在疫苗护照 如果说真的通过的话 整个人生都会不见 你的公司会不见 你一切会不见 你一切都会被拜登政府 刚刚说到的这个 It's for your own safety 你最好就是听政府的就好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完全听政府的 然后放弃你自己的人生 放弃你自己的自由 让政府告诉你怎么做就好 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有一个 凝聚的力量 国家的力量 来跟外来的政权对抗 你就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如果说我们要喝止这一点 如果说我们在乎任何一点 自己的自由的话 我们这些东西就一定要说出去 这些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那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方法是 当你在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 然后当别人在说什么 像左派的人 他们好像很在乎政治新闻 对不对 他们好像很在乎 你看边境的什么 他们要来就来 我们不是说他们不能来 或是他们可以来 我们不是怎样这样 我们只是要听他们的声音 听他们的声音 听到现在 就变成大量非法移民 好像墨西哥 来了 就在那边对着我们开枪 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东西 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就觉得说他们说的也都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是必要的 而且我非常的建议大家 要把我们的视频看完 看到一半然后就关掉 然后想说反正也没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就这两个年轻人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这些价值观是必要的 如果说你要保存任何一点 美国是最后一个人权的国家了 没有的话 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了 对 所以这是很珍贵的 神给我们的这样一块土地 还有这样一个礼物 所以真的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边 讲春福言的事情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现在的生活 来到美国 不是意外 对吧 人都知道哪里好 你看那些来的非法移民 咱就不说那些 别有心机的 就那些真的是想要来 为啥要来 美国好呗 没啥为啥 就美国好啊 对不对 那你说中国人为啥 一大片一大片多 美国好呗 这不就最基本的事吗 就为啥美国好啊 你如果要是搞不清楚 为啥美国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哪一个国家 都可以 那你就没有必要于 让美国来 对不对 来了美国就要珍惜 神给我们这片土地 珍惜神给我们创造的一个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很对 他说 这个世界真的是在走向疯狂 如果我们要是不关注这些变化的话 你不carefully的去关注这些变化的话 如果你还是很冷落 然后很无感去看待这些发生 就感觉关我什么事啊 无所谓啊 没房间关我什么 很快某一天 就会到你的生活 就会到你的身边 就会到你的家门口 你那个时候没有用了 来不及了 我再加一点啊 别人说民主怎样怎样怎样 民主很重要什么之类的 各位要知道 所有的独裁政权 全部都是打着民主的旗号 对 中共也是民主 OK 北韩都是民主 他们最民主 OK 大家都相信金正恩 相信金日成这些人 之前讲过嘛 就是丘吉尔说过一句话 你要反民主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跟一个普通投票的人 讲话五分钟 然后建国先驱里面 在Federalist里面 Thomas Jefferson 然后Alexander Hamilton 每一个 不管你是Federalist 还是Anti-Federalist 全部都是反民主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民主 可能最有可能 自己投票成为暴政 那么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要避免 然后教导大家说 民主到底是什么 然后道德底线到底是什么 当你没有一个道德底线 当你就是上面没有神的时候 当你是你的民主 是可以高过于 任何人的认知的时候 只要你能聚集51%的人 你就可以把一个东西 强迫的到全部的人 百分之一百的人的身上 那这个民主 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 对 那罗马也是这样子毁灭 希腊也是这样的毁灭 所有的民主国家 大家认识的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毁灭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要了解这些东西 你才可以去投票 对 你没有这些基础的尝试的话 你要怎么做 对 只是如果你连男的女的 都搞不清楚的话 然后你去投票 你可以汇集那51%的人去投票 对 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那么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法治 然后是有一个律法 而且是有个条例的 就是你到底要遵从什么 是不是所有人告诉你说 这是爱 这是平等 还是说你有自己这样一个认知 你是按照这样一个道德标准来去看 然后你就衡量要怎么投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确是这样的教育 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了 对 这个朋友到最后说 如果你只关注自己 吃好喝好玩好睡好 什么都不在意 那我们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没错 其实不光是作为基础主来讲 每一个人的话 如果你要是真的把你的时间 跟生命都放在 或者关注在什么 吃好喝好睡好玩好上面 这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 那可能我就不是一个爱玩的人 你也不是嘛 对不对 就我好像生活是很单纯 很严肃之类的这种 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出去 年轻人爱玩的东西 我都不爱玩 你也是嘛 就我们两个好像都是生活中 还算是蛮无聊的人 是 对啊 我休闲的时间就在家干干活 收拾收拾屋子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在神的上面 不管是读经 祷告 灵修等等都很好 这是对我来讲一个非常好的修训 还有就是你去关注这些事情 到底在发生什么 Zerry Elder那时候 神举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跟那个Jack Hibbs那时候 他说 如果你想要的东西 只是Roof over your head 定时可以吃饭 定时可以睡觉 然后呢有灯有电的话 那你去监狱就好了 监狱就是这样 监狱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在乎自由的话 你就是要了解这个东西 你才可以得到自由 Benjamin Franklin说过 如果说一个人 会要用自由换取Safety的话 He deserve neither 他两个他都不值得用 对你在监狱里最安全了 那铁创铁门的 谁能进来打你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朋友话 他说 所有溺爱小孩的宝妈心中 都有一句潜台词 他只是个孩子呀 对 这句话我相信 真的是每一个妈都有 我是没做家长 我不知道了 你是会这样吗 就像我看我的小孩的话 如果说别人对他 有什么批评的话 我也会觉得说 他是小孩而已 但你家小孩的确是小孩 就还很小 哦呀 那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做了很蠢的事情 然后我妈也是觉得说 他只是一个小孩 这是made some stupid decision 这个样子 是哦 对 但是不同的是我妈 跟别人这个样子讲 我回家之后 他把我打婚了 你知道吗 他拿那个standing light 把我猫到婚掉 然后说 怎么样把你带到美国来 然后你这个样子 在我面前哭 那你妈真的气坏了 对 这句话可不可以讲 可以讲 这句话 这个心态可不可以有 可以有 但是妈妈 你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就你当然是可以说 为了面子 或者怎么样 跟别人讲一讲这种话 你心里一定要有一杆秤 对 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要清楚 问他说 哎呀 虽然他做了坏事 哎 可是我的小孩好可爱啊 对 那还怎么样 可以被原谅啊等等 就是你还是要有底线啦 不管是对什么 那天那个妈妈是讲说 我儿子强奸别人呢 他只是想要找一个人 可以跟他一起做爱而已啊 你儿子 你儿子几岁 强奸那个 被强奸那个女的几岁 太恶心了 对啊 你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找出来当个理由 我说真的 以前不是有什么 母亲因为怎样怎样 太丢脸然后自杀吗 对 不是叫你去自杀 对 也不需要说你羞耻到 那种程度 但是你能不能就是 take这件事情 seriously去看 对 就是认真的严肃的 就是你儿子是强奸犯的这件事情 然后是不是跟你的教育有关 跟家庭的教育有关 那他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你以后要怎么去教导他 对 生男的跟生女的父母 这个反应会差很大 对对对 生女生就会觉得说 我要被要保护 然后这样这样 男生的话就是说 我儿子去那边上一上别的女的 没怎样啊 又不吃亏 对 你如果说人生就是 以吃不吃亏来看待的话 那你的人生是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很可耻的 所以这样就是很多家长的三观是不正的 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拼过很多了 很多妈妈们或者什么人在洗澡 哎呀你家那是男孩儿 出去玩一玩有啥的 别给人家整怀孕了就行了 对 所以说你如果要你的女儿 有好的生活的话 那你就要把你的儿子教导好 你如果要这个世界是和平 然后是可以彼此共荣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是一个很基本的价值观 就是如果要是家长心里都这样觉得说 男生可以随便处理完 上几个女生都没关系 不管这个女生多大都没关系 但是女孩你就要保护好 你小心啊 你不要被人给弄怀孕了 什么什么等等 如果要是抱有这样的想法 求你去改正自己 真的 就是小孩就是小孩 什么年纪就是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道德的底线 让他尊重家庭 尊重女性 然后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可能是我有女儿的关系 所以说我很在乎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事情 但是这个的确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 因为你想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 整个社会才开始慢慢崩塌 都是这样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 很多都是某些人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 所以这个世界才开始一点点崩塌 开始走向邪恶 其实都是这个 人类犯的第一个罪 就是在一点那个人跟你讲说 没关系啦 又不会怎样 你不会死啊 又不会死 对不对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OK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小事上面没有整理好自己的话 在大事上面就会跌倒的更远重 一定会跌倒 而且是人生非常惨痛的教育 那在这里就是跟所有的家长来讲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 请你快快的到一个教会里面去 去读圣经 因为你的做法 你的行为 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 你的小孩都看得一清二楚 每个人身上如果不信主的话 就算信主了 大家也会有很多的毛病 但是你会自己去瞧 就说我要往神的方向去走 哪怕可能暂时做不到 但是我慢慢慢慢 最起码会有这样一个纠正的心态吧 但是如果你要是还没有认识神的话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又怎么了 我这是好的 你这个东西会传给你的小孩 你对所有事情的认知 你会传给你的小孩 每个人都希望说 下一代要比我更强 但是如果他要是继承了 你一身的坏毛病的话 他要怎么比你更强 搞不好会更糟 对吧 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一个小孩 虽然我还没有小孩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小孩 我看到的 不管是青年人还是小小孩 每个人都被建造 然后都被成长成一个 神的价值观充满的这样的人 这样才能让社会更好 然后这些人也可以获得 非常幸福的人生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他们生活就是缺失一大块 而且不知道正确方向在哪里 就是会变成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也是大家获得幸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渠道 那在这里呢 推荐给大家来看我们神奇传播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建议大家就走到教会里面去 那就是敞开幸福大门的地方 那就是让你认识到人生真理的地方 不仅知道人生怎么做 你的后代蒙夫 我们死了以后 大家一起去天堂 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好的 最重要是看圣经 你就算不去教会 你还是你在家里看圣经 我觉得都 但是还是希望就有一些教导了 因为有的时候看圣经的确就看不懂 所以还是 如果要是大家在洛杉矶 或者在台湾的大家 想了解这方面的 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或者给我们的email 发信箱都可以 如果你要不知道去哪一个教会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些推荐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就是神奇传播 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非常好看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这个小动画片吧 拜拜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甘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老王报名了教会的受洗班 老王看着手中的受洗班教材 在那边喃喃自语 怎么了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嘀嘀咕咕的 太太啊 上帝创造一切 这我还可以相信 至于说世人都犯了罪 要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唯我而死的救恩 特别是说我有罪 是个罪人 这我可不能接受 我没有杀人放火 坑洪拐骗 偷窃强暴 甚至连开车超速都没有被抓到过 你说我要认什么罪啊 我哪里算个罪人呢 是啊 刚刚说的那些罪你都没有犯过 但是几年前你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被你的合伙人卷款潜逃 害你的公司倒闭 你常常说只要那小子被你遇到 你一定要宰了他不是吗 对啊 就是他害我的负债三年 我恨死他也是有理他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的标准是 只要恨人的就是杀人 虽然是他对不起你 但是当你恨他的时候 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了 这 另外 当你们男人看到漂亮女性时 是不是常常会想入非非啊 这算什么 连成龙都说 这是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可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念的 就是与她犯奸淫了 所以上帝的标准 绝对不会配合你们男人的肮脏面条 可是你们女人 不也是常常嫉妒别的女生 长得比较好看 身材比较好 皮包比较贵 没事也传一些八卦 说人家的闲话 爱贪小兵 难道你们没罪吗 你说的对 所以我承认我有罪 我需要主耶稣的赦罪恩典 因为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 我就又犯了说谎的罪 那么你呢 这么说来 我也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不然又多加一条说谎的罪了 这才对嘛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